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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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的资产就这样震踏 我想我们心中都是无限的痛恨 然后第二次政审委员会有录音档 可是没有录音档 然后第二次政审委员会是远雄得标 在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非常多的讨论 政审委员是针对远雄用商务住宅来投标的这件事 提出非常多的质疑 可是李宗盛一直在主导 就是这些问题是由我们后面的议约来解决 政审委员只需要针对他的投资计划出去进行评估 为了配合远雄的商务住宅要进行都市计划变更 或者市政府要放宽很多的条件 所以才会造成整个大巨蛋BOD合约的一约结果 大幅变更的原本公告的内容 最后被监察员纠正了39项 所以这一整个过程里面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大巨蛋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然后当他们完成一约大幅修改合约以后 要经过第三次政审委员会的审查跟同意 台北市政府才可以跟远雄签约 结果第三次政审委员会也没有录音档 甚至我们拿到的录音档里面是空白的 是被洗掉的 就大家可以了解到说 烟囱本身它是因为长久使用 已经是有钢筋辐射的情形 所以才会有刚刚我秀出来这个照片 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 本来就采取积极作为来保护骨迹 所以我们首先是采用逆打工法 那我们施工前做维护措施 那而且我们的骨迹安全监设管理 只是采用比较严格的标准 那我想我们可以说明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 骨迹结果安全是没有余力的 那我们目前的建议是说 技术施工是有利于骨迹安全的 政论就是说当 人全部都自留 都不动停留在地面层的时候 光体育园区它可以容纳15万人 21万人是把文化园区也加进来 的话 事实上我们目前只有算体育园区 文化园区就在隔壁 我不可以跑去吗 当然可以吧 那个委员提到了 台湾是地震国 可是地震的情境你无法去模拟 当初我们在营建筑调审查的时候 有委员说恐攻你怎么办 有毒气的时候你怎么办 地震的时候你怎么办 有太多种特殊情况你怎么办 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出 那个情境是什么 地震要地震到什么程度 哪边塌哪边哪边线 你不知道 所以那个东西你无法去设定去模拟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有的法规也通常只有针对火灾的状况 在做验证 在做法规上的规定 那目前的情况是 像刚才报告的烟囱部分 事实上它之前就有稍微倾斜到89分之一 那我们现在把它辅证到86分之一 那事实上要我们辅证到89分之一 技术性也是可行 但是可能会造成它的伤害可能会很难预测 那过渡房的部分目前我们监测下来的结果是均匀下线 而不是说脚边量超过500分之一的 就不均匀呈现 那就比较我们担心的 所以目前整个状况来讲应该是稳定下来 那我们只是说 刚刚机师有报告 大概目前的进度如果是到6月份 让我们整个大底做完 那相对前变就不会发生 就相对会比较安全 那这是我们希望维持让我们继续施工 第一个可以会增加那么多 他们是说 那时候的说法是说 增加这么多的量体是因为 有些免计溶积率的量体是可以不用放在里头 我就有两个问题 到底可以放到多大 为什么可以增加那么多 是谁决定的 第二个其他有益于参加这个投标的厂商是否都知道 跟委员报告提取是7月执行大会 7月里面就这个部分 这个设计是这个标示厂商 是就不能超过90吗 没有没有没有规定 是 你的文字是什么 没有没有 当时是 当时是 那个 放在这个政府协助事项 就是希望 协助他放宽到杭高限制90公尺 是吗 我们已经帮他协助 已经放宽了嘛 放宽到90公尺 那刚刚提到的是他后续他因为他做得更高 所以他又去银行局做 后续的订阅 他也达到 那你接不接受啊 对 但这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7月执行单位 就这个7月里面的规定是没有 没有不接受 接不接受的问题 当时移到园区之外 移到树木银行的树一共有600多棵 到最后死了超过一半以下 我们在3月份 食住节那一天 我们是到哪里去看这些老树 我们是去到以前的山珠窟垃圾厂 封场之后变成的山水绿公园 去看这些老树 剩下200多棵 所以这一个案子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公益的案子 然后我要降患委员致敬 我们第一次有委员愿意在正式的环兵会上面 把大巨蛋弊案的一个重要争点讲出来 他们当时隐匿的招标的开发量上线 只有远雄之道 所以只有他们一家来投票 而且是零权利益 以上谢谢 他是有 他是每两个大家 那应该要快 最近搞不好是每一天 搞不好每一天 他都要有这个监测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看他的一个趋势 如果是去持续再恶化 那这个动作就要快一点 是 我觉得这个数据 监测数据 频率要提高很重要 那我们是不是就 就到刚的一个结论的建议 那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 谢谢给我们 谢谢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 结论可以再去 今天审查台北文化局域园区整体规划案 体育园区环境影响调查报告数据 决定对策 那么结论 请开发单位 依下列事项 终修正 与两宗内 送本委员去再审 一 应厘清 监松紧接 古迹建物 避免呈现 剧烈是原因 二 应有监测数据 说明目前开发状况 包括地下水 交通地址等 之情 并与原环境影响 说明书 进行比较分析 三 战场管理模拟 金融本土化验证 战场效能 包括外围人潮 接驳风车 捷运监工等 应具体说明 四 紧急疏散除了火灾 因因考量 重大震灾 包括捷运停止 断电等之相关模拟 五 委员所提 其他意见 那另外有附带的决议是 本案则提办理限开 那下一次会议 兵邀本土 消防局到场 以上 那为什么这些环保局长 或是环保副局长 可以跟好龙斌市府时期一样 去刻意引导环平审查结论的一个进行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必须要被检讨的部分 谢谢 远雄基本上他们回答其实非常专业 但是就是很多地方其实 就是以我们尝试的看来非常没办法接受 就像他竟然没有做地震模拟这样子的事情 那他如果没有做地震模拟 他怎么知道他的出展计划还有他的安全硕士是真的 到时候发生事情他是有办法应变的 那就是不管你是不是站在反巨弹或是站成巨弹的立场而言 就是单纯就有一个市民的立场 因为这很难听说他们这样处理公共安全的 那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可能喜欢台湾棒球的球迷 那如果真的觉得大巨弹是你们想要的话 那这个阶段在现在就真的大家要一起跳出来一起支持 就是这一颗弹一起建筑这一颗弹 让这颗弹可以成为我们真的想要的那个样子 否则就不要盖它 那最好给市民一个大的公共